大家好,我是霍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神奇的泡泡饼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在盆里倒入300克的面粉 放入3克的酵母 用180毫升的温水边倒边搅拌 搅成免絮状,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发半个小时 准备一个土豆先切成薄片 改刀切成土豆丝 胡萝卜也切丝 准备一个青椒切成丝 能吃辣的可以放尖椒 把土豆和胡萝卜丝倒入水里冲一下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还要好一些 锅热倒入适量的油 放入葱蒜 炒出香味 放入洗好的三丝 先大火翻炒两分钟 放入适量的盐 来点白米醋 鸡汁 再次大火翻炒均匀 炒熟就可以出锅了 面已经准备好了 里边满满的蜂窝状 如光滑之后直接做成长条 下成大小均匀的八个剂子 取一个剂子给它整理一下 用手按扁 用擀面杖擀薄 擀成这样就行了 烙这个饼我们不用刷油 锅热直接把饼放进去烙就可以 这样子不停的给它转动一下 跟受热均匀 烙至底部定型给它翻个面 看一下这个饼非常的神奇 就像气球一样鼓起来了 给它翻个面 这样子就熟了把它盛出来 把烙好的小饼对半切开 放入一点小白菜 我们的口袋饼就锁好了 这样子做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几口一个吃起来真的是太满足了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面是这样子做不用一点油 真的是好吃又健康 喜欢的朋友们就试一下吧 喜欢后面的视频请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